我們總共有20間房間 2022年11月23號 印尼茨基院企業來台交流 首站台北茨苑 期望打造高效能團隊 造福當地民眾 把茨基信人怎麼去發揮 這個就是我們學習的地方 彼此疼惜 互相看對方的優點 然後再用茨基人文 其實二位來自印尼茨苑的 醫護和志工 接連走訪花蓮慈苑 中西義和療模式 未病患處病苦 用平健的精神 來迎接我們印尼的自己家人 我們要求是 跨海取經 期望提升醫療品質外 更通過醫病個案感受醫療人文 馬來西亞鄉村沒愛美生 2018年11月23號 國際電影明星楊子琼 在馬來西亞茨基人陪同下 於台中金斯堂拜會上人 聽聞敘利亞難民孩童故事 忍不住落淚 也瞭解此季在土耳其的難民教育 希望用這種世界人的愛能讓他知道 原來國際世界是這麼多人在愛他 這50多年做的這麼多好的事 非常興奮 2021年大毛水患 楊子琼不只說也動手做 很開心我們在這裡 和我的兄弟和姊妹 從土耳其 馬來西亞 能夠幫助其他人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這裡做 就是表現一起 新年感情 只好久不見 四年 四年 七年高高位 2023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後 九月在馬來西亞什葉家 陳志遠陪同下 首次造訪近似近社 你的表現影響觀眾是很好的 所以這也是一種的教育 希望下次有多一點時間 可以在這裡帶一個歡迎 花蓮之行為山心靈充電 山形典範發揮世界級影響力 1998年11月23號 慈濟北區疾難救助隊正式成立 沒有這個疾難救助隊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把這個 我們要去關懷的菩薩腳步 延伸出去 從後面往前面穿 對 對 對 左手不要用力 右手也不要用力 握空前 你要怎樣把人救回來 這也是一門協問 而在1999年 921大地震之後 開始重視通訊設備的建立 行動基地台是其一 每一年的3月開始到11月做集訊 針對重大劫難事件 對災區發揮更大功效 1993年11月23號 花蓮辭院病患居家關懷 金絲金社法師和志工十多人 由志工延惠美領隊 組成辭院病患居家關懷隊 前往花蓮鄉鎮 關懷9戶在醫院治療後 貧病弱勢及照顧部 其中臉部因肌肉流的人命川阿嬤 平常幾乎都躺在床上 因為金社法師關心 特別傾身回應 蜿蜒暖語 減輕病苦